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5月2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再看一看 全国楼市的一个状况 主要是4月份的 4月整体楼市供求增长动能转弱 重点30成供应显著缩量 降至5年来同期新低 成交环比下降27% 绝对量基本恢复到本能行情启动时2月同期水平 同比受去年疫情基数较低影响 增长37% 仅北京、深圳、成都、西安四城 环比善能保持增势 4月份比3月份 这个30个重点城市 它的成交下降了27% 这个降幅还是比较大的 那跟去年4月份比呢 因为去年4月份很多地方封城 你想买房也买不了 所以它这个基数很低 如果跟去年比呢 有点这个叫甚之不武啊 那么4月份呢 只有北京、深圳、成都、西安 这四个城市啊 还是保持一个增长的态势 就是比3月份呢 还是增长了 从地势层面看 4月成交规模 任在较低位置 由于作为绝对主力的上海、广州、杭州 供地质量较佳 防企近拍积极性显著提升 整体溢价率水平也得以维持在7.2%的相对高位 受预供地制度的影响 月内流拍率维持在11%的相低位 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行业信心尚未完全修复 前期积累的刚需、刚改需求释放完毕所致 4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再次重申防住不炒 阴沉失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所以从这个宏观政策面 不会有太大变化 所以说5月份呢 这个整体的成交可能要进一步走低 当然了不同的城市分化也比较明显 像北京、上海这些地方 可能是热点持续时间比较长 对于其他的 比如武汉、天津 前期低迷型城市 任面临阶段性的调整期 成交短期内难以明显起色 总体上就是5月份 这个楼市恐怕有向下运行的需求 有人说央行放了那么多水 就是货币超发 现在楼市还这么低迷 股市也是很低迷 那央行的水放到哪儿去了呢 我们来听一个专家 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大家看视频 过去五年 我国货币增发近一百万亿 仅2022年增发就高达28万亿 如此天亮的货币增发 股市、楼市都没有涨起来 老百姓的钱包也没有鼓起来 那么增发的货币到底去哪里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货币增发俗称货币放水 就是指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加 M2主要是指现金加上居民企业在银行的存款 它反映某一时点全社会的货币总量 货币增发会提高经济的流动性 促进企业的发展 但也会稀释你手头的现金或存款 使其购买力降低 钱不值钱 货币增发也会推高一些资产的价格 让拥有这类资产的人变得更加的富有 M2增发的资金流到相关的产业中去 会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让业务的参与方获得利润 M2的增发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富有 也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贫穷 取决于你的决策和行动 M2增发的货币并不是央行 直接把钱发到每个人的账户上 而主要是通过银行利用信贷手段流向社会 那么谁才能拿到这些贷款呢 你要有信用 要有可供抵押的资产 比如房产 银行才会把钱带给你 你才有机会享受到货币超发的红利 这一点对富人来说会更有利 因为他们更有信用 有更多的资产 这会造成富人更富的马太效应 那增发的货币流到哪里去了 根据近日人行公布的数据就可见端倪 2023年一季度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225万亿 其中 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48万亿 占比呢 是65% 从用途上来看 固定资产贷款余额是62万亿 经营性贷款余额61万亿 房地产贷款余额是53万亿 其中 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是13万亿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是39万亿 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近24% 接近四分之一 是一个非常大的蓄水池 当然并不是所有增发的钱 都流向了实体或消费领域 在金融机构空转的资金体量也不小 从上面贷款资金的数据和流向 你是否嗅到了财富的机会 你要找到你方便的参与方式 比如新增贷款大部分被裹扬起 或地方乘头拿走 去搞基础设施建设 你就可以成立施工总筹报单位 或市政园林公司 参与工程建设 或者成立建材公司 供应建材 你就可以在货币操发的盛宴中 分到一杯羹 作为个人 你可以到一二线核心城市购买优质房产 既可以使用银行按据贷款加杠杆 又可以享受房价的升值 也算是在M2的狂妙中 喝到了一口汤 在M2增速高达12%的大背景下 现金为王要转变为优质资产为王 你的财富才能够不被歇视 跑赢M2的增速 另外我想聊一下 为什么天亮的货币操发 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大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边际效用的递减 2022年我国M2为266万亿 GDP是121万亿 M2与GDP之比接近了220% 与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高 比如美国2022年的M2与GDP的比值是84% 法国的德国的比值也不超过百分之百 2022年我国用28万亿的M2增量 仅获取了6万亿的GDP增量 用了12%的M2增速 获得了3%的GDP增速 这主要是因为在各行各业中 增发的货币创造的边际效益正在减少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早前在北京上海之间修建 金户高铁 乘客众多 效益很好 后来在云桂川修建高铁 投资效益就会下降 另外注重经济效益的民营企业 投资意愿偏地 2023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控股增长10% 而民间投资增长仅占0.6% 目前恢复民营企业的投资信息 是当务之急 还有居民应对未来的信息不足 消费意愿下降 光存钱不花钱 2023年一季度 我国住户存款增加了9.9万亿 我认为在当下固定资产投资放缓 外贸出口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刺激消费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好办法 可以带动商品零售 企业生产就业增长 因此强烈建议向全民发放消费券 每人一万元 总共约14万亿 仅仅相当于2023年一季度的M2增长量 但这个会在市场上产生很大的承受效应 快速提升经济活力 这个专家讲得很清晰 他说的这些 咱们在平常的节目里面都说过 有的已经反复强调说了很多遍 你比如说这个投资的编辑效益 随着你投资的加大 实际上它产生的效益是越来越低 最后是无效投资 你怎么投已经不起作用 反而你连利息都付不起 这个各个地方撑头债 为什么越滚越多就是这么来的 本来实际上借这么多钱 融入地方发展 但是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项目 就是赚钱的项目 整个的经济活动在遇冷 现在实际上是大量的这些企业都在外流 你看很多企业搬到越南 搬到东盟 搬到什么印尼等等 离开中国 这种经济活动在减少 但是我们内资你又跟不上 就是民营企业 你可以生产这些东西 你卖给谁呢 你不是这个产业链上的一环 就是说搬走的这些外资 咱们自己补不上 它有两个原因 一个补上了你也不赚钱 谁愿意去补呢 第二个补上了 你往哪卖去呢 所以这些外资啊 它流出去了 或者很多是我们自己上市公司 咱们内地的上市公司 它也搬到越南去了 等大量的企业都往外流出的时候 这个外资的减少 实际上咱们的经济活动是在下降 你经济活动越下降 大家就要记住了 你的固定投资 就是那个修的高铁 修的高速 修的飞机场 相当于你的效益就降低了 高速公路上跑的车少了 高铁上坐的人少了 甚至游的偏一点的高铁 可能每天上面没几个人 但是你还得开 这会导致你的固定投资啊 这种基建呢 它的效益就大打折 所以咱们国家修了这么多高铁 修了这么多高速 修了这么多机场 很多城市啊 都修两个机场 你看成都是两个机场 上海 北京 是不是武汉什么的 很多城市都要修两个机场 问题是没有那么多人坐飞机 你的机场就白修了 但是你贷款还要还 机场的背的债还要怎么还呢 所以这个投资的边际效益 越来越 这是螺旋式下降 但你看到一家企业搬走的时候 你觉得无所谓 实家呢 但这个搬出 对吧 是成为一个趋势的时候 它不是这个企业 仅仅是企业搬走 而是我们整个的 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恐怕都要大打折扣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越投资 它不越不挣钱吗 你现有的高速网路 现有的高铁 人都坐不满 出现的人越来越少 你还要再修高速 再修高铁 再修飞机场 所以现在啊 大家要关注 这种螺旋式下降 这非常厉害的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呀 它老把GDP非要定在5%啊 为什么2%不行呢 1%不行呢 因为你定到1% 你看着就好像涨了1% 实际上你都是在下降的 只有高速增长 咱们那个基建呢 它的这个效益 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当然了专家说了啊 这个钱 多出来的钱 都流到国企 地方政府去了 所以说作为咱们韭菜 也很难占关呢 但是如果你想占关呢 它建议你啊 到什么二级市 对吧 下面城市去 搞一个公司 去承接这些工程 不知道韭菜 有没有这个门路啊 有没有这个资源呢 这些工程 怎么会到韭菜身上呢 所以咱们老实说啊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消费 外贸 投资 大家掂量掂量 看哪个能够拉动 哪个马车 没有熄火 消费 大家都看到了啊 在降级啊 要不然自博 烧烤不会那么火啊 要不然呢 还上那个光明顶啊 厕所里不会睡那么多人啊 那外贸呢 外贸不要紧 因为它都是外资嘛 把他们赶走比较好 这样咱们民营资本 都可以补上嘛 外资啊 像特斯拉这些 把他赶走 宝马这些奥迪 为什么让他在中国赚钱呢 咱们中国自己的民营资本 自己的企业 完全可以 把它填补上 那个外贸呢 完全可以不卖给美国啊 爱买不买 咱们可以卖给俄罗斯 俄爹那需要 这些东西啊 东方不量西方量嘛 俄爹现在被西方制裁了 所以他那个什么汽车啊 外资品牌的 就是德国的 或者日本的 或者美国的 法国的 统统的 撤离了俄罗斯市场 这里有组数据啊 根据消息报援引 俄罗斯开放银行的数据 在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品牌 抢占了俄罗斯汽车市场 高达42.5%的市场份额 销量高达6.6万辆 在俄罗斯汽车销量排行榜前十中 有七个是中国品牌 其中 齐瑞再次未免消灌 这个数字恐怕也有问题啊 这个消息报是不是一直靠造谣啊 我不知道啊 这消息报是不是西方媒体啊 这不太靠读到这儿发言有问题了 因为怎么排第一的是 齐瑞呢 不应该是比亚迪吗 这恐怕有问题啊 咱们姑且啊 万一看 在今年前三个月中 在俄罗斯的200家经销商 共销售了18927辆齐瑞汽车 销售量同期增长204% 尤其是齐瑞旗下的新途 销量达5600辆 同比增长142% 在整个2022年 俄罗斯人购买了12.18万辆中国乘用车 最受欢迎的品牌是齐瑞 哈佛和吉利 在俄罗斯销售的所有中国汽车中 这三家的品牌占了82% 而在西方品牌大举撤离 俄罗斯市场后 目前在俄罗斯销售的外国汽车品牌 从原来的60个锐减到了14个 其中11个是中国品牌 那就是中国的汽车品牌 已经取代了啊 这个西方在俄罗斯市场的这个地位 第一季度啊 占比是43%嘛 高达6.6万辆 在俄罗斯的远东啊 还有西伯利亚 中国品牌拿下了50%的汽车市场 就是在远东和西伯利亚这个地方 中国汽车更多 出现这种现象 与西方品牌撤离俄罗斯市场有关呢 中国品牌把握时机 抢占市场空白 而俄罗斯品牌 就是它的本土品牌啊 虽然也试图抓住时机 就是俄罗斯它本土品牌 它也要大力发展 但是呢 它好像竞争不过中国品牌 所以这个俄罗斯本土的汽车品牌 份额啊 从18%增长到了25% 但是啊 黄鹅不要高兴太早 中国品牌的汽车一股独大 引起了俄罗斯汽车人的担忧 老牌车企莫斯科人的总裁普洛宁 直言不讳的表示 中国汽车现在是俄罗斯汽车的主要竞争对手 而鉴于西方汽车品牌撤离俄罗斯后带来的他方式效应 一些俄罗斯媒体诸如记者 这是一个报纸啊 呼吁俄罗斯政府采取措施 迫使中国车企 在俄罗斯实现百分之百的本地制造 除了试图依靠中国投资拉动俄罗斯本地经济增长外 还预防将来一旦中俄关系出现变化 会再次对俄罗斯汽车工业产生重大消极性影响 避免俄罗斯汽车工业对中国技术的过度依赖 对这些提议 俄罗斯政府尚未发表回应 不过俄罗斯政府却在采取另一些措施 试图阻止中国品牌在俄罗斯汽车市场的独大 俄罗斯副总理曼图罗夫称 莫斯科和新德里正在讨论将印度品牌 引入俄罗斯市场的问题 虽然尚未形成具体方案 但会谈已经开始了 很明显俄罗斯试图在汽车市场上以印制华 印度本身的汽车工业也在不断发展 而且本身就有塔塔 马辛德拉和马鲁蒂等实力强劲的汽车品牌 其中捷豹和路虎本身就在塔塔旗下 俄罗斯和印度已经在政府层面上讨论印度品牌 进军俄罗斯市场的问题 一旦俄罗斯政府提供便利 印度将捷豹和路虎等高端品牌带入俄罗斯市场 莫斯科州已经准备在原奔驰厂生产红旗 就是用红旗代替奔驰和奥迪等西方的高端品牌 那么俄罗斯他要从印度引进捷豹路虎 所以说俄爹他也没打算好好合作 俄爹还是跟防贼一样的 不拿中国当自己人嘛 所以跑到俄爹那找存在感也不太容易 这扯远了说的是外贸 俄罗斯市场按照这么发展的话 那么中国汽车在俄罗斯一年销量有30万辆 30万辆你按平均一辆10万人民币 那就是300个亿 就是在俄罗斯市场中国汽车有300亿的产值 说大不大说少也不少 但问题是什么呢 俄爹要求咱们要本土化 就是你要把生产线搬过去 你在那生产 你不能在中国生产了卖到俄罗斯这不行 然后俄爹还要从印度把捷豹路虎引进去 好处不能让中国独吞 叫雨露云章 等到你把生产线搬到俄罗斯去了 哪天俄爹也不高兴 这就都是俄爹的 下面我们再聊聊房产税 最近这个房产税也很热门 我们先看看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 还是这个孟小苏 大家看段视频 如果现在不挣房产税 反而是对老百姓不公平的 这个道理我后来一讲 很多原来反对房产税的人 他们就理解了 现在不挣房产税 但城市建设资金和维护资金 也要从老百姓身上出 从哪出呢 就找了两批不该收税的人 从他们身上收 第一批是农民 廉价争地高价卖 差价形成了土地财政 支撑了城市建设政治发展 你就把这部分老百姓给 这回啊这个孟小苏专家说的啊 我是很认可的 就是说你这个房地产税啊 以前不收是因为让农民 还有这个刚需房的 让他们承担了 一个是农民这个争地价格太低了 想到政府万下压价了 然后呢 卖给这些进城的这些韭菜 又卖的死贵 这中间一下差价就出来了 政府拿走了大头啊 当然了 他说的比较委婉 对吧 是你要从贡献来说啊 那就是农民和这个刚需房的这些韭菜 做了最大的贡献 反而呢 那些有钱的没做什么贡献 大概就是意思吧 他这个说法 你貌似是成立的 你看 如果收了房地产税之后呢 这个以前啊 这个差价部分 不都是用来做市政呢 投资啊 公务员发工资了吗 那现在通过收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呢 就大家都一样嘛 有房子的承担 农民又没房子 他不需要承担了 然后农民 这个以前做的贡献 现在就不需要做贡献了 这个韭菜呢 也不需要做贡献 因为韭菜一套房嘛 那个两套房 三套房 五套房的 他们叫 你看这个从理论上啊 都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啊 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理论是对的 但是你怎么操作 就你怎么收这个水 现在啊 农民贡献也做了 韭菜的贡献也做过了 因为韭菜已经享受了这个高房价 他买房子了 他不认识高房价吗 这农民呢 他也已经享受了这个低价 把自己的宅基地 把自己的这个集体的地 给政府了 这贡献都做完了 你这个时候说啊 让那些二套房 三套房 四套房的 再做回贡献 这没道理啊 这二套房 三套房 四套房的这些人呢 他买房 他不也做了贡献吗 他不也是享受的高房价吗 他也没有低房价买 那你这个时候说啊 农民 一套房子 钢具房子 你们靠边站 这回盖这个三套房子来了 收他们的税 那这专家的 这个理论就打折了 你合着那些二套房 三套房 他们已经做过贡献了 因为他买的也是高价房 他贡献已经做过了 然后你这回 说钱不够了 跟这帮人再收一回 这不就是这意思吗 所以说 怎么收这个房地产税 这是个学问 房地产税该收 但是你得说出个道理 你不能重复整啊 就现在已经买房的人 就你现在买了房的人 你已经享受了 这个高房价 凭什么再交一回 你收那些 比如三套房 四套房呢 他们的税 无非就是造成 他们把房子卖掉 如果他卖不掉 对吧 他不想卖 那他肯定是 他可以把房地产税 他可以转嫁给租客 他不在乎 你北京上海的 对吧 你收房地产税 他就可以涨租金 美国就西方国家 收房地产税的多了 他没有说 房地产税一收啊 好像大家都把房子 要抛掉 没这一说啊 还是根据 单地的经济情况 那所以说 咱们有理由相信啊 就是你收房地产税 反正北京上海 深圳这些 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 他反而不受影响 那就是这个税 转嫁到租客身上 你还不是政府缺钱 这么耗这些韭菜的羊毛吗 韭菜怎么躲 躲不够这一劫啊 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啊 比如说是四线城市 或者三线城市 那房子就暴跌 对吧 你要么就不收人家税 你只要收人家税 人家就要不卖 不卖的话 你那房子又租不出去 然后在那你还年年收税 然后他还交部业费 持有成本太高啊 他任何收益都不产生 那他只能打轴往中卖 结果造成什么呢 造成四五线城市 或者三线城市 甚至省惠城市 那房价都要暴跌 他租不出去啊 他就得跌 他就得卖掉 所以说这个政府 你不能收二边税啊 就是你这个税 你以前收过了 你以前是不叫税 是叫 实际上它也叫税 它叫土地增值税啊 然后它还有土地差价 它都已经吃过一遍了 然后这回它吃第二遍 甘州都已经搅过一遍了 它这边还来再搅一回 把渣渣还拿起来再搅一回 这个就说不过去啊 你除非是啊 从房地产税 推出的那一天开始 新老花段 就是以前的房子 一个政策 以后的房子重新来 按这个来收税 那你那个政府 你就不能在土地上再赚钱了 土地该多少钱多少钱 那这些韭菜买房子 它就优惠了 但是房子 你像北京的房子 它就不可能卖十万呢 它可能就是一万多两万 一平米 那韭菜愿意买 买完了之后 我每年交税 我愿意 你不能让韭菜 用十万的价格买了房子 然后每年还要交税 你这收两回 这个也说不过去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听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你新老花段 你过去的一个政策 就不收 或者象征性的收一点 新的房子 新山市的土地 这个是要收房地产税 新山市的房子 这样让市场来决定 如果说你新山市的房子 你卖的贵 然后还要交税 每年交房地产税 那我就不买 我去买那个二手房 大家选嘛 哪种核算 总之政府 你不能收两遍税 所以最终啊 这个是要转嫁到租客身 如果你不能把这个 房地产税 转到租客身上 那个地方的房子 肯定要暴跌 要么政府就别收 所以说搞了搞去 都是租客吃亏 说到这个租客 最近韩国这个楼市 不是说爆雷吗 韩国楼市爆雷 最惨的也是租客 为什么呢 咱们再看一个专家说的 这有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 韩国楼市崩盘 最惨的是不买房的 那些租户 这是为什么呢 过去的五年 韩国是全球房价 涨幅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最近几个月 这是跌惨了 仅二月份 韩国的楼市 就下跌了17% 其中全球房价 最贵的城市之一首尔 房价从4万5 直接跌到了3万6 跌了接近20% 同时首尔楼市的成交量 也下降了70% 而楼市量价 其跌的背后 就是具有韩国特色的 全租房 它既是帮凶 又是受害者 什么是全租房呢 在中国租房 通常是压一负三 而在韩国主流的租房模式 是只付押金 不付租金 不过这个押金比例 也是相当高的 相当于房价的 50%到80% 合同一般两年一千 如果到期不租了 房主再把押金 退回给租户 这就有点奇怪了 租户交得起 这么高的押金 为什么不去按揭买房呢 那房东拿着押金 押了两年 再退给租户 他又是图个啥呢 实际上上个世纪 韩国进城的打工人 是买不起房子的 而韩国的金融 又欠发达 没有贷款买房的渠道 只能租房子 而城市中的房东呢 也很苦恼 他想继续投资买房 也贷不到款 那么这两种需求 碰到在一起 就产生全租房了 租户呢 不用付租金 只要付一大笔押金 就可以了 而房东呢 占用这笔押金 来吃利息 但是到了现在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 全租房呢 也升级了 银行呢 推出了全租房贷 押金呢 由租户贷款来支付 所以呢 只要每个月还贷金额 小于租金 那么全租房呢 对租户而言就很划算了 房东呢 同时也就更加疯狂了 房东可以拿着租户的押金 去贷款买房 然后呢 把他全租出去 再把押金拿回来 继续按揭 所以呢 韩国的楼市的杠杆 就已经被架到极致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房价永远上涨的节奏 突然被打断了 首先呢 就是房价太高 收入太低 韩国的年轻人 结婚率下降 生育率呢 也跟着断崖上的下跌 从19年的11月份起 韩国已经连续40个月 死亡人口多余出生了 那绝对人口数量的减少 房屋的需求就没有那么大 其次呢 韩国的货币政策 跟着美联储走 从21年的8月份开始 就一路加息 累计已经加了300个基点了 导致房贷和全租贷的利率 大幅上升 这样呢 就让买不起房 和租不起房的人数激增 所以韩国的房价 掉头下下 对于那些拿着租户的押金 去炒房的 持有者而言 房产呢 是在贬值的 而全租贷的租户呢 也因为利率的变高 而纷纷退租 从年租房改为月租房了 2022年7月份 韩国的月租房的数量 首度超越了全租房 而对于房东而言呢 他既找不到全租房的新租户 他又没有钱 退给老租户押金 所以就只能卖房退租了 一波的抛售浪潮 房价就出现激跌了 而那些来不及抛售的房东呢 就只能继续降价抛售 最后呢 踩踏形成了一个结果 爆仓 那还不上押金的房东呢 就开始大量的跑路和失踪 一堆租客呀 找不到可以退缩的人 半生的积蓄 瞬间也花个无有了 而那些血本无归的打工人 原本只是想省点房租而已 这韩国啊 因为特殊原因 因为他的金融政策 对吧 他跟美国的这个利息挂钩 我不清楚啊 是不是他也没有 什么按揭贷款之类的 或者是按揭贷款 这个不发的 导致什么全租房 租客啊 一次性多交点押金 然后你就不用交租金了 然后房东拿着这个押金 又去炒房 房价一跌 房东就爆雷了 房东就跑路了 然后房东一跑路 银行要收房子 这个租客就惨了 因为租客的押金 被房东拿走了 你就找谁退去啊 他可能交的是半年的押金呢 或者是一年的 那这多惨 下面到了 每日一气环节 有人呢 把房地产比作夜壶 那这个夜壶 是怎么来的呢 咱们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啊 著名的夜壶理论 夜壶理论是谁说的呢 杜月生 上海滩大亨 夜壶到天冷了 冬天的时候 谁都拿来用 但是用完了 爽完了 都一脚踢到床底下 见不得人 冯伦呢 把他比喻房地产 经济繁荣的时候 就开始各种限制 但是经济一不好了 就赶紧来江湖救急 有句话叫 家贫私嫌妻 国难私良家 所以到现在你看 我们的政府 对房地产行业的评价 以前叫支柱产业 现在叫顶梁柱 压藏石 中国经济 现在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三架马车 有两架已经熄火了 哪三架马车 出口投资消费 我们发了很多的货币 但是钱都在银行和储蓄所 没人愿意拿来投资 出口更不用说了 普通的消费 是很难拉动经济的 需要特种行业 这个夜壶 还是上海大亨杜月笙 提出来的 需要的时候拿出来 应急嘛 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一脚踢开 咱们还有个词 要文雅一点 叫有事中无厌 无事下淫春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这个词 如果说通俗一点 需要的时候叫小田田 不需要的时候就叫人家牛夫人 是一个意思 大家也看出来了 现在房地产是什么样一个待遇 两三年前 那是疯狂打压 调控嘛三条红线呢 各种政策来捶呀 但是也奇怪了啊 这个房市万上走的时候 你怎么捶 它都捶不下去 然后你每捶一次 它要涨一次 就弹得更厉害 你越不让人买 这些韭菜 它就想办法买 对吧 你说没有买房资格 对不对 那他离婚假结婚 什么手段都用 就为了买房 你说不给安基贷款 这个聪严审核 他就找关系 找那些小贷公司 找高利贷等等 他就变着法要去买房 你越打压 人家越往房市里冲 但是现在你看看 你给他什么政策 比如说 你也不用离婚了 让你买第二套 让你买第三套 甚至让你买第四套 甚至不管了 你想买几套买几套 你看反而人家不买 然后那个安基贷款啊 以前是半年给你批下来 现在都是三天 工作日给你批下来 然后以前的利息都是6% 现在利息是3% 还要降 然后一平米还给你补贴多少钱 弃税返还等等 就这样 韭菜还是不去买 你怎么哄他他不去啊 所以楼市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朱建部部长说 这个楼市是顶梁柱 对吧 以前有很多人说 把这叶湖拿出来的时候说 楼市是重要的经济支柱 现在一看支柱都不行了 朱建部部长说是顶梁柱 顶梁柱明显比支柱 要高一个规格 就重要性更大 更重要 确实是啊 你比如说 中国的顶梁柱是谁呢 小粉红 可以担任不让 小粉红是中国的顶梁柱 没有小粉红 美帝就打过来了 没有小粉红 额爹撑不住了 所以都是顶梁柱啊 但是尴尬的是什么呢 尴尬的是 这顶梁柱 指不定哪天就是变成叶湖 所以这个不太好掌握啊 变幻莫测 需要的时候 小粉红就是国家的顶梁柱 中流底柱 不需要的时候变成叶湖 现在国家苦口婆心的 号召小粉红 劝小粉红来买房 国家需要这个叶湖 发挥作用的时候 叶湖发挥不了作用 这就比较麻烦呢 小粉红应该响应国家号召 赶紧买房 刚才那个专家不已经说了吗 这个央行天亮放水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赶紧去跟银行贷款买房 这样一起享受啊 这个央行货币超发 带来的红利 专家的话错不了 新专家的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